現在的婚禮還有在籌辦嗎 因為經過這樣的事情 這次就沒了 我就說我們先還紅 我們都不要提 等到家長那邊都覺得認可了 OK了 我們再說 要不然也 要不然這樣子你應結也 如果家長不到什麼 我覺得也 不會祝福這樣不好 對 所以這段時間對你來講其實很重要 你必須要想辦法讓對方家長 瞭解你 所以這個新聞之後 你們兩個會不會承受很大的壓力 我其實也滿心疼她的 她也很心疼我 就是我會覺得說 很多事情 大家只是從外面在看 但是不知道我們真實的 我們是怎麼樣子的 但我就跟她說 沒有關係 就是 我們會 而且因為白白在整個世界裡面 是力挺一想 對 對不對 所以我會很謝謝她 對啊 這樣好了啦 我們來問問她們當初受到什麼阻礙 好不好 然後她們怎麼克服的 好不好 有這些經驗 直接有經驗 可以給你做一個參考 針對夫妻 好 秀琴 當時很順利嗎 順利吧 其實 交往的時候就不順利了 因為 就是媽媽希望說 就是 交往的對象 或未來的老公是 比如說公教人員啦 老師啊 我媽那時候沒有在看電視 不知道她很有名 然後我就說 怎麼又找運動員呢 運動員 然後就是打棒球 都是每天曬黑黑的 然後又撲雷 然後都很髒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被球打到 打到那邊 會不會不能生小孩 妳想太多了吧 哇塞 沒有 媽媽的想法是怎樣 一定 對 然後姐姐又在那邊 三顧六拍說 唉唷 她很有名 媽妳都不知道 她怎麼會有一些緋聞 計程車事件 然後怎麼一二八八這樣 她說運動員很花心 唉唷 我姐姐還要錄嗎 不是 姐姐就會講說 唉唷 這樣子好嘛 都會擔心 對 而且她就是那麼有名 妳這樣子會 就壓力很大 然後姐姐就說 不然妳們就單純談戀愛就好 反正妳又不會浮在檯面上 然後就說 她這個 不適合當結婚對象 所以一開始是反對 反對 但是妳有在聽嗎 就 嗯 就是沒有在聽是不是 沒有 就沒有在聽啊 就好 就敷衍一下家人這樣子 那怎麼樣打動對方家人 要去教一下異想 其實我很厲害 我覺得 我就想說 一定要這樣子做 一定要這樣子做 一定要這樣做 我那時候在想說 又是原住民 我覺得應該 都很合得來 然後又雙方原住民嘛 因為我覺得 就沒有這樣的那個差距 那我想說 我去找 我去找秀琴好了 那我一次我就 晚上坐最晚的一般的火車 直接從台北搭到花蓮去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我到花蓮了 他說 三更半夜耶 大概快三點 兩點多快三點 他說我就說你來接我 我不知道 我花蓮不熟 那有沒有地方 我可以去那個 住的地方 或飯店都可以這樣子 我就請她來接我 人生地不熟 他就來 他就來 他也嚇一跳 其實他很缺 然後他想說 住外面 他說他沒關係去住家裡好了 因為晚上嘛 要睡覺我就睡了 然後隔一天起來 我起來的時候 我直接到餐桌那邊 然後我就跟媽媽 還有她大姐 然後聊天 然後吃早餐 然後聊得很開心 我先讓他們沒有那個就是 沒有距離 因為他們知道我就是 那時候棒球明星 很夯什麼的 我就卸下對我那種 就是有那種 你是明星 一定有價值 價值什麼的 我就很原住民的那種方式有沒有 對 吃鹹豬的 用手拿什麼的 我就是 像這種方式 就是很像很道地的 跟他們沒有距離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聊天聊很開心 跟大姐這樣子聊 媽媽也這樣聊 她就覺得 其實外面怎麼會有聊天的聲音 她一出來看 嚇到 她嚇到 怎麼可以跟媽媽這樣聊起來了 我就用這種方式 OK 那個晚上你住哪裡 晚上我住他們家客廳 對 沒有啦 怎麼睡 你要死了 我當然不行 我想真的是不行 這個還不行 對 我就用這種方式 然後我就媽媽覺得 這個人怎麼很聊得來這樣子 然後我就開始 不斷地 我說你們來台北啊 這樣子 我說我可以帶你們出去玩 那這一點就做得很好 對 就那時候還在交往的時候 然後她就三不五時就邀請我爸媽 是全家人 因為我們家很多人 全家人 然後就哇 走我們去看101大樓啊 去101啊 然後去六福村啊 一定要這 坐遊覽車啊 然後 都是包車 然後吃啊 都是 就是很 就讓他們覺得 這個人還滿可愛的 對不對 對 而且他很 很幽默 對 那小亮哥當時是求了幾年才求到 我 我 妳只有自己講好了好不好 我們交往了七年 然後他其實第一年也是跟逸祥一樣 就傻傻的 然後就馬上就跑到我們家 跟我老爸說他要娶他女兒 然後就被轟出來 你知道嗎 因為 你們都還沒搞清楚狀況 人家為什麼要因為你這個陣仗而答應你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很恐怖的 這個陣仗時是什麼陣仗 我請了名字做人 這個瓜哥的前妻 還有 秀子 那個名字 一個很有名的經紀人 很多人都組那個 因為我跟他交往的過程 只跟他爸爸通過一次電話 我連他家都 我連他家都沒去過 對 因為那個時候 他媽媽跟爸爸還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這麼多人來了 心裡就慌了 媽媽還在掃地 因為我們居然家的媽媽正在掃地 妳是在整理家裡 因為他們就臨時來按電鈴 我們家也不知道 沒有先講喔 就是都沒有 然後什麼都沒有 好像要把人家架走 我岳母就拿個掃把 就幫我們轟出去 大哥你措手不擠這樣子 對 你連我們就很尷尬 因為對老人家來講 他覺得有客人要來 而且這些人就是我爸爸的朋友的話 他一定又要泡茶 又要幹嘛又要穿 那我先警告我女兒 你要不講 我告訴你 我走人客廳留給你們 那送人還滿好的 乾脆不要見你 所以這一輩子 最對不起這些朋友就是這樣 後來呢 第二次我自己去提親 那個是過了第三年 我跟我岳父岳母說我想去 可是他這中間 他很不錯 他就沒有退縮 我覺得這個是可能 要那個人家 我第二次去提親 這三年當中 我已經去他家了 他就會每天來 那個岳父說 他就再叫我等三年 那三年我更勤快了 只要我們有混 他在家裡就混 他就坐著吃飯 他還沒叫我就先吃了 沒關係 家裡一樣 你為什麼 這陣子一定要這個女子 對啊 就一定愛對不對 愛到 愛到 很厚對不對 愛到就更慘了 真的 小亮哥那時候是什麼場面 你知道嗎 真的 那時候是秀場的時候 他根本就是 逐日中天了 對啊 要什麼女生要給他 真的 亮哥這是真的耶 非禮莫屬 這台中多的是對不對 我跟你講他還叫我 還要失奔喔 他還叫我說我們失奔好不好 因為 我說我不行 我這把年紀 我還跟你失奔 我一定有雙方的父母的祝福 對 站上禮台 大家很圓滿 這就是跟成熟的男人在一起的好 真的 他不會跟你搞失奔 搞失奔那件事情 大家都沒有練 對啊 而且我跟你講未來 回來都難看了 我很了解 一個女人跟我失奔 真的 沒有娘家 將來我們兩個吵架 或者什麼事情 他沒地方去 他就會很慘的 你第二次他就答應了就對了 第三次 你第二次還是轟出來 不是轟出來 沒有了 就是叫我等三年 第二次去就講 你等三年 所以差不多到我25歲 我26歲結婚的嘛 25歲的時候就 其實那時候大家就經常很熱絡 因為這個人在我們家出現了五年 也很煩的對不對 所以就 差不多也超過了 而且他就會慢慢的講說 到時候結婚要怎麼樣 就 所以為什麼當初你要把求婚搞那麼大 就低調的求婚嘛 真的 其實我那時候是想說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不一定喔 會 有一個重點 我們來幫逸祥好不好 幫逸祥 我先 我先 他這個要講會更誇張喔 我先喝水一下 對 他等我住